捕获一只猫咪,只需要一个箱子 大家好,这里是饭团小夫妻 你不进了吗? 那么大家都有听过对牛弹琴这个成语 意思呢,说的就是 牛听不懂人弹琴的那种旋律啊,那种节奏 不知道人类在干什么 那猫咪能听懂吗? 上道具 桃子怂了 桃子得起来了 那他去闻他了 那么这个琴呢,其实是一把吉他 是我第一个月的工资 就是我工作之后第一个月的工资 当时想学这个胖丢 但是呢,后来发现 并没有勇气把他学会 汤圆 来 哎哎哎哎哎 登登登登就跑了 有第一只小猫咪开始靠近了 哟哟哟,汤圆也出来了 啊,老公闻过我就敢闻了 桃子呢? 小猫咪 小猫咪 哎呦,胆子真的好小哦 快弹来了 好了好了,儿子不要进去了 来,跟爸爸一起 跟跟跟跟 那么我们就把琴交给老母亲 虽然老母亲也不会弹 哈哈,完全不会了 那我们就随便来几下 看他们的反应 完全没反应 只有小胖在门口 爸爸是雨露均战的 来吧 哎,爸爸雨露均战的啊 跟你说 来一个,快 好的,那么吃也吃完了啊 听妈妈来弹一首好不好 小猫咪,来 妈妈,你最爱妈妈了 妈妈给你弹一首歌 哈哈哈,好听啊 啊,算了,算了,我们换一个 哎,那里有只猪 有事啊 换员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鸡蛋 哎呦,这个深沉了一点 嗯,这个浑厚了一点 桃子已经到这个桌子下面去了 非常的失败 桃子啊 不要害怕啊 爸爸不会害你的 哎 妈妈就是想给你弹首歌听听 然后我们觉得啊 不是因为弹琴的声音吓到了猫咪 而是猫咪第一次见琴这个东西 见吉他这个东西 然后呢 他有点害怕了 哎,不知道这是啥 被我们抱在胸前 然后就听这个声 听这个会发出声音的怪物 汤圆胆子比较大 还好 饭船呢 就已经有点怂了 是吧,儿子啊 桃子呢就更加不用说了 呦 好可爱啊 所以我们决定给他放一个吉他曲 然后听着老母亲唱歌 看看他们会不会有反应 好的桃圆 那我们开始咯 我的宝贝 宝贝 给你一点甜甜 让你今夜都好眠 我的小鬼 小鬼 逗逗你的眉眼 哎呀呀呀呀呀 我的宝贝 真的是 他要睡着了 哈哈 他眼睛都眉起来了 看来 他还是喜欢的吼 嗯 可能猫真的听得懂弹琴哦 接下来就桃子吧 哎呦,好肥一只哦 哇 来吧 我们要听妈妈唱歌咯 我的宝贝 宝贝 给你一点甜甜 让你今夜都好眠 我的小鬼 小鬼 逗逗你的眉眼 让你喜欢 整个明天 哗啦啦 哼啦啦 哦 他吵了 哎呀好 那我们今天的试验就结束了 我们家汤圆看来还是听得出节奏的 听得出弹琴的好像 那那那饭团呢 啊 哦对不起 还有饭团啊 哦对不起 各位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家 我们家还有一儿子 儿子 儿子 儿子你好 儿子 爸爸最爱你儿子 来来来 儿子上 我的宝贝 宝贝 给你一点甜甜 让你今夜都好眠 我的小鬼 小鬼 逗逗你的眉眼 让你喜欢 看着世界 哇 人家咪眼睛睡着了一样 嗯 说明我们家饭团的小夫妻还是 嗯 音乐一停 他就走了 你看音乐一停 他就走了 你看 我一样 女儿 那么今天对猫唱歌的这个实验说明了 猫咪对一些简单的旋律 他还是听得懂的 所以大家以后在跟猫咪互动的时候 也可以给猫唱歌 来增进你们之间的感情哦 但是跟猫咕互动感情还有一个最切实际的东西 登登登登登 小铃屎 他原来一点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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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铃 饭团 爸爸都会给你吃的啊 不要着急 爸爸是雨露均沾的 好了好了啊 饭团 来 爸爸是雨露均沾的啊 儿子啊 你都不知道爸爸有多爱你 不要急 我要不要急 把他鼻子上去吃一吃 自己鼻子上 啊 爸爸多爱你 你不知道吗 啊 你抓得这么紧干什么 儿子 来 爸爸亲自送上门啊 我们给淘宝宝 他在婴儿车里面吃 是吧 吃吃 哎呦呱呱呱啊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可以在屏幕下方长按点赞三连哦 请不吝点赞三连 打赞三连 每天的视频都没关上